大家好 欢迎大家来到今日点击节目 我是石超 美国白宫到底最后大选如何 你看到的场面是川普走马灯似的 70多岁老人走马灯似的在美国各地在跑 拜登两天没露面 躲在自己家里的basement 拜登死在儿子身上 那是肯定了 整个极左派没有任何的反击的能力 所以你看到的就是叫嚣 你看到的是叫嚣 你看不到他任何面对拜登家族的丑闻 所有真正有力的反击 没有 没有任何 那其中过程中揭示出美国整体 就是美国国家整体肩甲结构当中的腐败的一切 而这东西却完全拜托来自于天意的 天意非人力而为 金斯伯格9月18号的死 拜登的电脑被谁所伤害 9月21号出现在这个川普私人律师的办公室里面 这两条都不是人力能够控制的 这就叫天意 大法官确定 确定他的背景 那拜登家族自己的罪恶在自己的电脑里面 所以就摧毁了整个美国左派 跟大家分享这期节目的下半部分 这篇文章他介绍朱利安尼昨天晚上 10点钟的一个福克斯新闻网的专题节目 讲了一个小时 我呢太晚了 然后我就只看了他一部分 在大概一开始介绍整个事件的本身的时候 他提到了电主复制了四份 他提到了电主出于恐惧 因为在他下载 在他转移就是抢修理电脑的时候 他要抢出那个硬盘里面的内存来 硬盘里面的东西 在他download transfer这个东西的时候 他看到了拜登的儿子亨特的丑闻 给他吓坏了 但当时他还想把这个东西赶快拿走 跟我没关系 我就是个修电脑吃饭 多次联系了亨特 亨特支支不理 2019年4月份 他很快就修好了 开好了发票 寄给了亨特 然后5月 6月 7月 8月 9月 联系亨特 亨特不理他 当地州法律 任何一个修理的东西 超过90天 就这个东西就归店主了 到了9月份 他受不了了 店主受不了了 就找了他跟他父亲商量 他父亲是退伍的空军上校 参加过越南战争 他的父亲充当了他的中间人 就像有个电影叫《钢锯岭》 那个类似 他的父亲充当了他的中间人 跟他一起 到了新墨西哥州的联邦 就是FBI的办公室去报案 他没敢在自己州里面 因为他与拜登家族住在同一个城市里面 拜登家族是这个州的最大的家族 他的父亲以生活的经验 当然知道 这个州的FBI肯定想让他跌 所以到新墨西哥州 新墨西哥州的警察 FBI的办公室的侦探 竟然不搭理他 只做了备案 两个月之后 2019年11月份 他所住的城市的FBI的办公室的两个侦探 一个人叫威廉姆斯 到他的店铺去找他 要求查证那个东西 你是否真有这电脑 这个时候 民主党已经开始弹劲 川普总统 而这个城市 就是人拜登家族的城市 那故事在这儿 那店主很乖巧 就把东西给他看了 哥俩说 问完之后走了 过了两个星期 12月17号 2019年 拿出了传票 法院的传票 要这个电脑 结果这个时候 那店主明白了 就复制了四份 店主说 我感到随时 我会死去的 这比好莱坞大片还吓人 他做了四份 然后其中两份 散给了他的朋友 藏起来 另外两份 另外两份 他就留底了 他就等着FBI再找他 结果FBI没有再找他 一年之后 到了今年的9月份 应该是9月21号 他实在受不了了 因为当看到大选的过程中 当看到这个川普被弹劾 看到所有的故事 都跟他看到的真相 他真的叫真相资料 完全是反的 罪恶的人 把自己所做的一切罪恶 放在了川普头上 这是朱利安尼讲的 朱利安尼讲说 他拜登跟他儿子 跟民主党所做的一切的罪恶 成我的了 因为他是川普的私人律师类 成我的了 成川普的了 天下会有这种事 纽约与邮报用了三天的时间 去确认这个东西 然后就往外发东西 纽约邮报到昨天今天没再发 因为毛头已经完全转在 朱利安尼脑子上来 朱利安尼自己在做 而对等的川普认为自己胜券在握 在一天走向三个州 坐着飞机走三个州进行大选 那拜登完全躲在家里 两天没露面 民主党没有任何人说话 美国的大媒体全都不报 推特跟Facebook封杀了所有相关的账号 跟内容 这是今天的美国 没有这个场面 他就没有站队了 但朱利安尼昨天在他的电视的采访中 说出了一个很很特别的词 他说所有东西我看过 说心里话吓坏了 至于说拜登的儿子淫乱 那个那个根本都你就看不了眼 他就说我是个老头 我都看不了眼 但是他里面讲了一个 他说在里面有一些相当血腥的场面 我听了三遍 相当血腥的场面 理解不好 什么叫相当血腥的 结果在今天的推特上 曹昌清先生转推了美国电台的主持人 拉斯维加斯的一个评论的专家 2008年当时的民主党的副总统的候选人 这个人叫鲁特 发推说他朋友看到拜登儿子的电脑中的录像 是亨特强奸 虐待中国女孩 亨特有恋童癖 这是真的 录像在中共的手里 这应该也是真的 鲁特说仅凭这个就不可能让拜登成为总统 我们当时因为今天赶制录节目 我没有查这位原 这本身他个人的推特 我相信这推特会有的 因为他的身份 他的背景 促成他不会随便 他也不敢随便讲 对吧 那他自己原来又是民主党人 曾经12年前竞选过总统 所以这是一个很有趣的 而这个东西 在这个 在我们看到的故事当中 跟流出来的东西当中 是对应的 朱利安尼很有手段 他拿出了一部分资料 先给了纽约邮报 然后把相应的东西 在美国大媒体驻白宫的记者群中分发 所以首先拿到部分资料的人 是这些记者 那这些记者 有着不同的背后的派别 那有些人就把相应东西拿出来 而这个朱利安尼明确讲 你永远记住 如果我手里有这个 如果他自己的电脑里愿意存这个 那共产党手里头不知道有多少这个 他就是为共产党服务的 那就是这么回事 对吧 这样操守的一切 都与共产党处事的一切完全一样 所以这里就把FBI给顶出来了 FBI里面有相当的人 是被共产党渗透的 美国参议院 国土安全委员会主席 联手了19个参议员 写信给今天的FBI的老板 要求老板FBI在10月22号要给出答复 拜登电脑里面的东西 你们看过没有 你们怎么认为 FBI到现在不答复 从上个星期到现在不答复 结果网络上大媒体中却传出说 FBI在追查来源 原因他们怀疑 朱利安尼联手电脑的 电脑的这个老板 他们成为了俄罗斯的间谍网当中的一部分 通俄门 四年前的通俄门再次出现 媒体炒作 FBI没有人敢公开说 所以现在把FBI给就 就像烤羊腿似的给夹在火上烤了 那好 这期节目就到这里 谢谢大家 再见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需要您的支持明镜